耶稣爱我万不错 宁有神书告诉我 亲爱的小朋友 主内平安 我们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做错了事以后 回到天父面前 他总是原谅我们 爱着我们 我们的心多么快乐呀 圣经尼西米记第八章 记载了以色列的百姓 快乐的一天 当他们知道自己远离了上帝以后 他们是怎么因着悔改 而充满喜乐的呢 当伊路撒冷城被敌人破坏 百姓们又被掳断了别的国家以后 以色列众人都分散了 但天父施恩的手帮助了他们 很多年以后 天父让爱国的领袖 伊斯拉和尼西米带领一些人回去 把耶路撒冷城重新建起来 圣殿和城墙都修建好了 接着就有很多很多的百姓 从别的地方回到伊路撒冷城住下来 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 领袖尼西米吩咐百姓说 七月一日所有能听得明白的人 都同心聚集敬拜天父 可是圣殿不足够大 不能容纳这么多的人 那该怎么办呢 对了 城墙的水门前面有一片很大的空地 这天清早 城里的男女老少 只要能听得明白的人 都聚集在那里 预备听天父的话 伊斯拉是教导天父话语的老师 他把天父 让摩西写下来的圣经书卷 从圣殿里拿出来 要读给会众听 他们特别用木头 做了一个高高的台子 让伊斯拉站在上面 这样会众就能看见他 并能清楚地听见他读天父的话语 伊斯拉站在木台上 在众人面前打开圣经 会众就恭敬地站起来 首先 伊斯拉赞美伟大的天父 众人都举手 同声回应说 阿们 阿们 又低头 跪下 敬拜天父 接着 伊斯拉大声地 清清楚楚地念出天父的话 会众 安静 仔细地听着 还有其他的圣经老师 站在旁边 帮忙解释 是百姓们明白 所听到的 从清晨 一直到中午 众人越听越难过 都哭了 都哭了起来 咦 奇怪 他们为什么哭呢 原来 他们明白天父的吩咐以后 就知道自己从前没有照着他的话去行 心里特别难过 但尼西米对他们说 今天是天父的圣日 你们不要哭哭 只要你们从今天开始照着天父的心意去行 就好了 伊斯拉也说 你们只管回家去吃喝 享受丰丰富富的大餐 要记得分给那些没有食物的人 你们不要难过 因为靠天父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众人就不再难过了 他们都欢欢喜喜地回家 去预备吃的 喝的 也照着吩咐 把食物分给有需要的人 这真是又快乐又美好的一天啊 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上说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以色列人做错了事 走错了路时 天父以他的话语教导他们 百姓们明白了他的吩咐 天父再次真心地回到天父的面前 并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做 他们心里 大大充满了喜乐 小朋友 在我们犯错的时候 世上的爸爸妈妈 都会原谅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 更是这样啊 天父 是这么地爱我们 引导我们 重新回到他的面前 并因着悔改 而拥有真正的喜乐 只有按照他的吩咐 活出美好的生命 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 和喜乐 在我心中 请我有快乐 快乐 在我心中 永远在我心中 他也会想能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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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